高市水利局在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的过程中 有许多的老旧建物因为增渐加盖 导致污后是常年的脏乱恶臭也影响了接管的施工 近年来高市府就大力的推动污水下水道强制接管的政策 目前水利局就办理了林雅区凯旋三路338项 也宣导强制拆除后项违建作业的程序 但是呢还是有住户没有配合自行退缩 严重的影响到他人的权益还有环境卫生的改善 经公务局的违章建筑处理大队确认有违建的事实后 也在日前执行污后违建拆除的作业